各位喜歡電玩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解夫電玩 這集要跟各位介紹的遊戲是 超級瑪利歐 3D 世界加狂怒世界 會購買這款遊戲 先前已經有跟各位發表過 因為一直不斷玩角色扮演遊戲 我開始覺得有些倦怠 想要換點不一樣的口味來玩 加上過年期間需要一款派對遊戲 來與大家同樂 正好上市的日期是大年初一 因此決定加入瑪利歐系列遊戲 不過老實講 這些條件大概只佔了三成左右 並不是我真正想要購買的理由 會吸引我的主要原因反倒是狂怒酷吧 講到這有三樣東西 先來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是害羞幽靈Teresa 她是瑪利歐遊戲當中相當知名的反派角色 而且這隻amiibo在暗處的時候還會發光喔 第二個是路易吉洋樓3 它是一款以鬼怪作為題材的瑪利歐系列遊戲 雖然封面跟名稱都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氣息 但實際玩起來卻是相當活潑鬥趣 第三個是庫巴拉 它是由Big Toys 所設計 把原本瑪利歐裡的庫巴融入哥吉拉的元素 身體以黑色的樣式呈現 而且背上的尖刺改成像哥吉拉一樣的背棄 瑪利歐系列遊戲 不管是遊戲還是周邊 都出了不少相關作品 但唯獨讓我購買的就只有 路易吉洋樓3 還有Teresa的amiibo 從這三樣東西看來 應該不難發現我的喜好 如果單單以瑪利歐來說 還真的找不出讓我想要購買的理由 但是結合不一樣的元素 反而會吸引我的注意 所以這次會購買瑪利歐3D世界 主要還是歸功於變黑變大的庫巴 從遊戲預告看來 就很像是哥吉拉要來搗亂世界 而變身之後的瑪利歐則像是地霸王 在狂怒世界當中來一場激烈的對戰 至於狂怒世界玩起來的感受會是如何 接下來就準備進入遊戲中 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款 極具化且喵喵叫的 瑪利歐狂怒世界 這次我分成兩個部分來向各位介紹 一個是原作的瑪利歐3D 另外一個則是新增的狂怒世界 老實說 瑪利歐3D世界的主要玩法 跟歷代的系列遊戲幾乎是一模一樣 雖然是3D世界 不過實質上還是跟2D卷軸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認為這沒有什麼好特別介紹 反正就是大家熟悉的瑪利歐遊戲 可以多人同時進行難度不高 簡易好上手 適合全家老少一起歡樂的最佳代表 如果你也這麼認為 可能只對80% 因為起初在玩的時候難度確實是相當簡單 只要稍微專心控制 想要過關的話幾乎沒有什麼難度 但是到了後期的關卡 我認為還是需要練習一下 因為在這些關卡當中讓我死了不少次 更別說隱藏的挑戰 甚至還一度放棄練習 直接使用作弊的方式 所以誰還在說瑪利歐遊戲沒難度 來 你來 有本事後面的關卡就不要使用作弊 最好還能拿下所有挑戰 比起原作的瑪利歐 狂怒世界才是真正的3D遊戲 因為它的視角可以任意轉動 而且角色能夠自由行走 在玩法上也做出別於以往瑪利歐的風格 而遊戲當中會出現許多燈塔 每完成一項挑戰 燈塔就會恢復照明 不過在探索地圖的過程中 每隔一段時間 庫巴就會朝向玩家攻擊 此時的力量還不足以抗衡 只能不斷的閃避及躲藏 等到完成指定的條件後 鈴鐺就會解除封印 取得力量的瑪利歐 身體將會巨大化 這時候就足以應付邪惡的庫巴 直到擊敗為止 玩到這我真心認為這一點都不瑪利歐 反而很像是在玩角色扮演遊戲 雖然沒有豐富的劇情 多樣的裝備 玩起來的熱血程度 確實有著JRPG的感受 難度上來說就如同3D世界一樣 前期大部分都還算簡單 到了最後緊要關頭 還是得考驗玩家的操作反應 以上是兩部作品破關之後的心得 瑪利歐3D世界花了大約十幾個小時 狂怒世界則是7個小時 加一加差不多20個鐘頭就能搞定 不過瑪利歐的挑戰只完成170個 圖章收集只有30% 想要提高完成度的話 估計至少要15個小時以上甚至更高 正如剛才所說的 後期的關卡還是有些難度在 就推薦程度來說我認為不算高 當然不是遊戲不好玩 而是我本身就帶有立場在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角色扮演遊戲 所以這類型的作品對我來說 比較找不出真心推薦給大家的理由 如果像我一樣覺得倦怠 不知道要玩什麼遊戲的時候 我倒認為狂怒世界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它保有瑪利歐的原始特色 然後帶點JRPG的元素 玩起來確實有一種新鮮的滋味 如果是輕度玩家的話 不管是3D世界還是狂怒世界 我都相當推薦你來嘗試 就玩法上來講不會有太過複雜的系統 單純只有操作上的變化 難度也不會太高 雖然後期有稍微提高一些 但花點時間練習一下 還是有辦法過關 就算不想努力 遊戲還有提供作弊道具 所以不用擔心會不會有卡關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 這兩部作品都有支援到多人同遊 它不僅滿足單人體驗時的樂趣 同時也滿足多人歡樂條件 算是一部輕鬆簡單且兩用的作品 最後未來瑪利歐系列推出最新作品 我的購買意願應該還是不會太高 但是像這種擺脫傳統作品的玩法 或是結合鬼怪的路易吉洋樓 那麼我就會來繼續嘗試 今天的瑪利歐狂怒世界到此畫下句號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回來收看 各位下次見